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上世纪非常大的一个谜案 至今没有人能合理解释的一起事件 就是疑点重重的迪亚特洛夫事件 由于很多事件中存在无法解释的离奇现象 许多人将其与神秘力量联系在了一起 相信在你看完这起事件中的疑点之后 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迪亚特洛夫事件的经过 1959年的1月 由9名登山者组成的一支登山队伍 准备去征服乌拉尔山脉的奥托尔腾雪山 奥托尔腾翻译成中文就是不要到那里去 其实这个山的海拔并不算高,1200米 但是在当时他们选择的这条路线被划分为三级 也是当时的最高难度 1月23日,9名队员从叶卡吉林堡出发 坐了两天火车又改坐客车 终于到达了距离近山最近的居住点维加一村 这个时候已经是1月27日了 而且队伍上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他们在下火车的那个小镇上结识的 后面会提到 这样一来登山队就变成了八个男生和两个女生 原计划第二天出发进山 但是当天晚上一名男队员突然发烧 不得不取消行程 于是队伍又回到九个人 在1月28日进入了乌拉尔山 队伍在进山之前曾用村子上的电台 和学校基地取得联系 并约定会在任务结束返回这个村子的时候 再次发电报给基地 也就是报平安的意思 这个报平安的日期就定在了2月12号 如果没有出事的话呢 这完全就是一次很普通的登山行动 整个过程也很简单一点的不复杂 就是一行人进山登顶下山结束 但是这次登山呢就出了大事 而且是极其邪乎的事 取消行程的队员叫做游丁 队伍进山之后他还觉得很遗憾 毕竟这一路跟大家风尘仆仆 已经到了三脚下 自己呢却不得不放弃 心情还是有点低落的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是这次事件当中唯一的幸存者 时间来到2月12号 本来是队伍约好和基地报平安的日子 但是这一天并没有等来电报 而学校也没有太着急 因为提前返回的游丁带回了队长的口信 说是如果途中遇到了暴风雪 或者其他状况的话 也可能会耽搁几天发电报 所以呢这个时候学校也就没有想太多 认为可能是什么状况耽搁了行程 后来又过了几天 还是没有等来电报 有学生家长就坐不住了 找到学校要求立刻安排人手组织救援 在学生家长的要求下 学校组织了一支搜救队 在2月20号这一天出发建山 同时也向当地警方报案 当地警方十分重视 很快加入到搜救当中 还调用了直升机和侦察机进行空中搜索 那搜索了几天都毫无收获 最后呢是在2月26日发现了状况 但是情况非常不乐观 距离原定的目的地10公里的地方 是另一座叫做死亡之山的雪山 搜救队在这一座山的山腰处 发现了半埋在雪中的帐篷 经过检查 发现帐篷内还遗留着衣物和鞋子 即是本 很快搜救队便确定了这顶帐篷 就是属于登山队的 当看到这顶帐篷里的衣服和鞋子的时候 大家的心里就知道 九名登山队员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而诡异的场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搜救队发现帐篷是从内向外用刀划开的 而且在帐篷外面发现了很多脚印 像山下延伸了500多米 最后在一个树林处消失 但奇怪的是 这些脚印都是没有穿鞋的 搜救队还在帐篷内发现了一个日记本和几个相机 通过阅读日记本得知 最后一次的记录是在2月1日 也就是说距离他们发现这处营地 已经过去了整整26天 这就更加确定了登山队员全部遇难的概率 随后搜救队工作重点就放在了寻找尸体上面 眼下的脚印就是很好的线索 但是由于地处雪山 风雪会掩盖一些痕迹 所以搜索起来并不容易 终于在3月2日 在脚印延伸的树林里 搜救队找到了两名男队员的尸体 他们是并排躺着的 身上只穿着衬衣和内裤 奇怪的是旁边有一个篝火的痕迹 然后第二天3月3日 又找到三具尸体 他们离得很远 头是冲着帐篷的方向 显然是在往营地爬行 这三个人中登山队的队长迪亚特勒夫就在其中 迪亚特勒夫事件就是用的他的名字 另外两个是他的女朋友和另一个男队员 现在已经有5名队员被找到 尽管不愿意承认 但所有人都觉得 另外4人也已经完全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由于天气严寒 找到5名队员已经是搜救队的极限 于是决定等到天气转暖再行搜索 最后是在5月份的时候 找到了另外4名队员的尸体 而这4名队员的状况 直接把这次事件拉到了神秘巷的维度 这4个人是三男一女 其中一个男的是后来加入的那个 搜救队发现他们尸体的时候 已经是半风干的状态 但是他们的尸体传递出来的信息 却非常非常的诡异 所有人的头骨都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两名队员的胸骨遭受了严重骨折 女队员的舌头和眼球则离奇消失 一部分的口腔也不见了 就像是被撕掉了一样 而更离奇的是 经过法医的检测发现 4个人都不是低温致死的 而是死于严重的内出血 内骨有严重骨折的现象 类似拦腰折断的那种 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 需要非常大的外力 甚至不小于遭遇车祸 所受到的冲击力 但是呢 奇怪的是他们竟没有外伤 也就是说骨头断成那个样子 外面的软组织都是好的 而最诡异的 法医在对女队员进行进一步检查后发现 他在舌头断掉的时候 人居然还是活着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经过检查 这几名队员的身上 都有很强的辐射 其中辐射最强的 就是后来加入的那个男队员 而关于那个男队员 警方在清点他的物品时 还发现了大量现金 属于远远超出随身携带范围的那个数字 而且他身上有纹身 在当时的苏联 纹身最多的就是服刑者 而且在他遇难的时候 身上依然挂着相机 他也是九人中唯一身上带着相机的人 好的 上面这些呢 就是事情的经过 搜救队的搜索 以及警方法医发现的种种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列举一下这次事件的疑点 首先 帐篷从内向外用刀划开 要知道这个出帐篷的方式 相比走门口的话 并不节省时间 反而浪费时间 然后呢 就是所有队员的衣服和鞋都没有穿好 就逃出了营地 其实这两点线索 是可以把这件事 引向一种解释的 就是雪崩 而且到目前为止 相对官方的解释都是这个原因 没有从帐篷的门走 可能是因为走不通 雪已经把帐篷的门给压住了 而且当时的情况比较紧急 队员们担心会有更大的雪压过来 所以就用刀划破帐篷 出去紧急避险 这个解释 从上面两点线索来看呢 确实是有可能的 但雪崩的说法却不足以解释完全 从后面现场来看 即便是有雪崩 它的范围也是很小的 甚至现场的脚印还在 那为什么九名经验丰富的登山队员 宁愿在冰天雪地里挨洞 也不愿意回到营地的帐篷里呢 然后后面四个人的尸体呢 就带出了更大的疑点 经检查 现场是没有打斗痕迹 也没有外来者的 那么这些队员的伤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如此严重的内出雪 却没有外伤 女生的舌头和眼球究竟去哪了 衣服上检测到的辐射 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基于这些疑点 有许多人给出了不同的猜测 但是登山队员们遭遇的状况 应该是有着突然性和不可预测性 还有很大的威胁性 外加神秘性和不可理解性 然后呢 还有着恐怖的力量或者能力 那么综合这几点 地球上已知的事物都是达不到的 队员们呢 应该是遭遇了强大的未知力量 1959年5月 关于迪亚特勒夫登山事故的调查 全面停止 当时苏联官方的最终结论是 所有遇难者死于强大的未知力量 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调查报告均被列为机密文件 但是民间一直都有人继续调查 其中留出了一些照片 让人更加的浮想联翩 这些照片呢 就是那个后来加入的男队员相机里面 由于胶卷被水浸泡 所以修复出来的效果呢 也不是很好 但还是可以看到夜空中的发光体 再结合队员身上的严重辐射 那么你会往哪个方向去联想呢 当然你想的这个方向呢 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或许它不够理性 但很多的猜测都是无法兼容多方面的疑点的 毕竟那是经验丰富的九名登山队员 迪亚特勒夫世界还有许多其他的猜测 但如果他们遭遇的情况不是多种组合在一起的话 那么他们是有可能被强大的未知力量针对的 那么那个强大的未知力量或许就是一股力量 所以它和夜空中的白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或许夜空中的白光就是让苏联停止调查的答案 好的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